台北市警察局长交接典礼在市长克文哲主持 警政署长陈嘉欽尖交下进行 新任局长杨元明表示 台北市在治安交通上已有良好稳定基础 未来会全力以赴让台北市的交通治安更好 民众最关心的 我想第一个大概就是对于黑道暴力 还有这种街头聚众知识的案件 民众会感受最深刻 另外我想这些黑道方派 在这几年来结合这些诈骗 还有贩毒 以及网络博弈的这些犯罪集团 我想我们不容忽视 那这项工作 我想是各大部会都必须严正去面对 那所以这部分 我们未来会强化各项打击的工作 市长柯文哲表示 感谢陈家昌三年多来在台北市的奉献 在陈家昌任内期间 北市重大案件百分之百破案 而同时也期许新任局长杨元明上任后 做好最重要的治安交通及问民服务三项工作 警察最重要的三项工作 治安交通还有一个是问民服务 特别是治安跟交通是最基本的 还有也是我们在这段时间 住宅的窃导案也下降 所以我觉得这样 做好该做的事情 把这个社会弄得平平安安 这样就好了 警政署长陈家昌也期许台北市警方 能配合政府落实防疫工作 以维护治安平稳为首要任务 并加强同仁的教育训练 善用装备 保护自身的执勤安全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